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结束巴黎之行回国 喀色T恤表达热爱 又酷又潮 王一博好不容易给自己放松两天 便匆匆回国 结束了这次的巴黎之行 看完法网的王一博 估计也没想到 这趟旅程 他会如此的精彩 让我们看到了私下里的他 还有一群粉丝在漫天人群中 寻找他的搞笑画面 话说 王一博在巴黎的这两天 简直就是网球场上的一抹绿色 他不仅看了比赛 还差点成了场上的焦点 不是因为他那帅气的脸 而是因为他那八倍晋级别的粉丝团 他们可是在人群中扫射寻找王一博 比找网球还认真 而且你们知道吗 王一博在决赛现场 简直就是个合影机器 出现在别人的镜头里 各种合影的画面中 他那阳光灿烂的笑容 简直比巴黎的阳光还要耀眼 就是这么任性 不过 说到阳光 王一博这次可是真的晒足了太阳 据说他在网球场上曝晒了快四个小时 皮肤都快晒出网球纹路了 但他的心情却好得不得了 仿佛在说 晒黑了 没关系 我还有颜值撑着 着实有种心疼这个孩子 在晒黑的路上 一路披荆斩棘 从海南到桂林 再到兰州青海 色号都在一步一步加深 看他那越发有黑的皮肤 昔日的冷白皮 如今的小黑宝 孩子是一点不在乎啊 试问一句 还能白回来吗 说一下 这次回国的王一博 现身机场的装扮更是 让人眼前一亮 他那件咖色的T恤 简直就是低调奢华有内涵的代表 而且还是来自S P O R T Y And Rich 这牌子一听就是有钱又爱运动的典型 王一博这身打扮 简直就是在告诉大家 看 我不仅爱网球 我还爱时尚 这是他的一贯风格 喜欢一样东西 穿搭就凸显出来了 还记得爱上打高耳夫 衣服上那句 年轻人都爱打高耳夫 爱上大摩托 就会有大摩标志的衣服 更别说街舞滑板类的 从头到脚给你整个便 这就是王一博的性格 很简单直接 在热爱的事情上 他会充满热情和专注力 忠于自我 从不取悦他人 爱上打网球 人家就带淫了法国鳄鱼 更是去现场看了法王比赛 更是在喜欢的球员领奖时 一直拍个不停 好了 回国县申机场的王一博 背着那个大道能装下 整个巴黎的法国鳄鱼大胯包 王一博看起来就像是要去远足的背包客 不过 这个大胯包着实有点塞的满满当当 只能说王一博轻瘦不少 胯包都比他看起来大了好多 看他走路带风的那股劲 着实想说这个包有点重 我是小肥妖 吹捧王一博从不来须的 这次的巴黎之行 不仅让他过足了网球瘾 还让他在时尚界又火了一把 他那轻松愉快的心情 和那骨子对网球的热爱 真是让人羡慕不已 同时 法国鳄鱼全球推送王一博这张东方面孔 给足了牌面 安排了VIP看台 更是在25张面孔中 唯一出现的中国面孔 那就是王一博 值得骄傲一下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